我是2012年3月29号出生 我是黄庭修 2005年3月29日出生 2003年3月29日出生 我是朱婷瑜 我是1997年3月29日出生 我是2008年3月29日出生 那时候妈妈觉得我柔软度比较好 然后就把我带来了 就是有时候会遇到挫折 然后就会想放弃 我是2004年3月29日出生 当家社团队的时候 我在那一场打出了在建栏打 当下就是很开心 就拿奖杯 我是陈伯豪 2000年3月29号出生 大半天三点半就要来 大概三点就要醒 半工半读 每天都要被时间追着跑 我很喜欢运动 但我不能成为很顶尖的运动选手 我想要就是帮助他们 让他们变成更好的人 当初会想学魔术 是因为我希望自己有一个特别的产业 我喜欢跟别人不一样 我算是在这个领域很幸福 因为这些以前我现在学校没有学过 都是现在可以学的 我的爷爷输嘛 我妈也输嘛 我自己也输嘛 就觉得跟马来有缘分啊 他自己很爱晓动 我是1998年3月29日生 目前有在画一些四年会的画画 对我的工作我就算上手 那好像你只有赚不太大钱 可是你做起来就觉得开心 帮他们找到一件适合他们自己的意思 穿起来更有自信 你有喜欢的男生吗 谁 李尚玉 你怎么都喜欢李尚玉了 很常会有人下单周跟我说 他失恋了 他很难过 他想要我帮他做决定 可是我就会跟他说 这是你的人生 你必须自己做决定 我喜欢爬山 我喜欢大自然这件事情 这些过程当中 都会有陪衬我的一些音乐 我超级爱就是创作材质跟财运 五月天的话 不就是 没那么大兴趣 有时候会听好歌 我最喜欢五月天 他们的歌我都很喜欢 因为他其实蛮激励人心的 玫瑰少年 他把用这副式 用歌描述出来 我喜欢的一首歌是倔强的 到现在都还很喜欢 我会自己做一个决定 但是 却差一点开始后悟的时候 我就想听那首歌 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我失恋过都知道 剩下的光源 我有时候会 我跑过的时候会 离开地球球 他的歌只有一些丢东西 我就很喜欢 动物太多 因为妈妈喜欢拍地球 你妈妈比较不知道 五月天 很喜欢吗 很喜欢吗 建刚老师有服 五月天的干杯 我觉得里面的阿信很帅 五月天有大事 告白戏 告白戏 有周杰 对 有时候在搞混 最喜欢是五月天 因为爸爸很喜欢 怀她的时候 其实我最喜欢天使 那时候还是校园 排队站着的那种 就有去过了 就有去过了 我不约到你一个人 每个人也都是这样过来的 然后你身边 还是会有很多人配搭 你知道吗 蹦郎 因为他的歌词很像 我 就是会拿那个 演唱会的荧光棒给他一起推 你是不是做 你是不是做 一阵风吹 一阵风吹 那句话刚好有我的名字 我觉得好听 你觉得好听 你觉得好听 我喜欢 我希望未来我可以到自然里面子拿起来 我希望我将来会成为一个偶像型的魔术师 因为要做新人 想像航空工程师吧 从小就喜欢唱歌 我会想要当个歌手 变异常见解 他有时候他长大要当女生 想当一个有钱人 我以前很想当那个 企鹅保育 希望当老师 其实我到现在还是有点 对着说你们 没有这么喜欢自己念的东西 希望我再更有自信一点 很自由地做自己 不要因为别人而改变 我想要把梦想变了理想 不要后悔 然后你遇到了就去做这样 为这个世界做我想做到 尽量我可以做到的事情 就是跟自己的另外一半 能一起到老 就很开心了 把握现在所拥有的美好 将来想要当一个 有温度的人在任何事情上 希望说 我可能十年十五年之后 我也跟我自己讲说 我当初做的决定 并没有错误 然后并没有后悔 我二十五岁想喝酒 希望过满路不要被称赞 我只希望她是个健康快乐的人 我是陈佩玄 出生于19863月29日 我是李欣颖 1995年3月29日生 我们是五月前1997年3月29日出生 998 1999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年3月29日出生 你未来啊想要做什么 什么是未来